HELLO 大家好,我叫Tim Ho 我公司名叫Tim Design Limited 我自己入行第18年,有丰富经验 我们做实内设计和装修 你认为代言人? 其实代言人来说,我在业界里有些破架立新 因为以前有些行家,这么多年来都会有时请代言人 但我可能两年前打破了我的惯例 用了一线的红星 在我的角度,就是我的好兄弟Bob林胜斌 以前就是我想了一个计划出来的 就是在我的合伙公司那里 然后就什么都不懂 又没有幕前参与演出 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他找我兄弟Bob 他就讲了很多资讯 或者分享了很多经验给我 最后就做了我代言人 他提议就是要跟我拍一条访问片 那条访问片其实真的都很真实的 我是很害怕的 那些东西 都没有怎样特别大NG 因为其实不是卖广告 都是真诚 所以反应很好,不错的 有很多媒体才开始找我 就参与很多演出,讲解装修 至于就是我要讲讲安乐瓦 安乐瓦 其实我以前一直都不懂做这些宣传 或者我觉得是要付钱 原来这么多宣传就真的不用钱 就是我要多谢吴若熙 即是阿尖利 都是我的朋友 他就主动介绍我 我才认识到安乐瓦 至于在安乐瓦这一年里面的演出合作 我认识了Bella 其实不要相信一些娱乐新闻 那些就可能大家少搞笑一下 其实我是真的喜欢Bella 达仔和寿文 因为它三个就是这个长寿节目的次组 亦都是我以前年轻一点去看 我已经觉得这个节目很棒 所以各种原因 Bella真的很流利 所以我觉得它能够代表到公司 或者代表到这个业界 他经常讲这个装修作品介绍 所以我就签了去 其实呢 未来公司都会有一男一女 即是现在我有Bella 我准备都会有多个男的代言人 那大家拭目以待 公司未来的大计 其实我讲宣传上 宣传上就是会推出一些很多不同的作品 让代言人去做作品介绍 很多不同的风格 甚至乎我都会继续在自己的频道 会去延续一个 好像以前的开班 和八科 但是我们不要想那样 我们是一个 我又不是叫专家的 我是会将尽量多些装修的资讯 去带给大家 希望就是可以 就算大台没有了一个节目 我不是延续他的 只不过是将这个资讯 继续发放给大家